你怎麼會這樣 這樣就比較不會 喂喂 watch out man 有時候剛好小朋友睡覺的時候 我自己在那邊剛好看到 我真的在那邊學他怎麼會玩 偷練就對了 對 偷練 找一些啦啦隊子 看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賣卡貝 對 認真啊 就這個啊 看寶貝有很多頻道 就是那個都是看 就是訪問球員的那類型的 那你有印象中會哪一集 哪一集 哪一集 我忘記了 反正我有看過啦 然後還有那個 衛全龍的 YouTube頻道 對 追蹤一下 平常在看就看草爺啊 然後熏熏阿豹 都是娃娃機的 所以平常會去 欸 休閒有時候會去腳 但現在應該比較少 因為有時候腳完都不知道要幹嘛 基本上都看 就是NBA Highlight 然後還有一些 類似什麼老高於小末 有世界上最貴的車啊 世界上最深的海在哪裡 那種那種 我自己是有 我滿喜歡看 就是九面具 對啊 因為九面具介紹很多 就是各式各樣的東西嘛 比如說房地產啊 車子啊 什麼什麼都有的 欸 其實我是滿重度YouTuber的 對啊 因為 我有買那個 YouTube Premium 因為我訂閱人真的很多 因為就包括吃的啊 什麼 丹牛食啊 那種 就是吃的比較多 就是想要看一些 介紹台灣的美食啊 可能去YD比賽的時候 就可以去採個點 欸 老實說 沒有 因為平常可能就是 都在聽歌吧 YouTube比較少 其實都 都用來看 一些 就是比賽的精華 片段這樣子 比較常看的是 反骨吧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們滿好笑的 他最近 有那個一番賞被詐騙 對 像 平常我都跟我兒子一起看 你就是一個 大陸的一個那個 算是在吃美食的那種吃播吧 對 那台灣就可能就千千吧 對 因為 因為我曾經就是 看他的頻道之後 然後去嘗試過幾間吃的地方 我覺得都還滿不錯 我覺得自己可能去吃看看 好 最近啦 就是剛剛我看到浩浩 就是他最近都什麼挑戰 一個禮拜要挑戰一個東西 像 對 一週挑戰 像最近我看到是溜溜球 做一些花式的一些動作 對 對 學一下 怎麼玩 然後 有時候表演起來 朋友看到有時候剛好 小朋友睡覺的時候 我就自己在那邊 學他怎麼會玩 偷練 對 偷練 然後我就跟老婆說 怎麼辦 我有想再買一個溜溜球 他說 冰特吧 對 對 遊戲的 然後 還有 酷 你知道嗎 那個一個 對 那個法國人 我覺得他的影片都還滿好笑的 他都會帶一些 就是可能台灣的零食啊 台灣的食物 然後回去給法國人吃 或者是 就是 帶法國人來台灣 體驗台灣的東西 就是 還滿新奇的 中指的嘛 然後 就是有關棒球基本上都有 麥卡貝也有 然後 這些都是我有訂閱的 光野求生吧 就是 對啊 他有那種一整 一整季合起來 可能一個多小時的 這樣 我有YouTube 我有看 我最喜歡看麥卡貝的 他們 我有訂閱他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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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很少 看 還有衛全龍的 衛全龍的 觀眾頻道 一抽 對 是 阿翔沒有訂閱 有啦 都有 我都有訂閱 這群人啊 我都有訂閱 吃貨好 吃貨好 就那個大衛王那個 還有遊戲 對 對 就喜歡看他吃東西 就看他吃東西 可能覺得很好吃 就是有時候自己在吃東西 有時候就看他吃 就是 會亂吃 對 對 遊戲的畫面 呃 HOOFY FACE 一個 特戰英豪 強戰的一個 直播主 嗯 也有在玩店 這個 陳冠勳 陳維林 如果打英雄的話 就 跟任何 然後跟我一些高中同學 你知道 有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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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專長的 我最常看的 應該算是 DECA吧 因為我覺得他們拍的影片都 蠻好笑 蠻白癡的 對不對 然後不然就是 哈哈 街坊類 街坊類 對 我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我最近都在看那個 報紙屯 最近才開始看過 其實之前就有在看 可是最近 看他的是那個什麼 有關 他去那個 美國學那個 打街 就是 找一些 啦啦堆子的 哈哈 哈哈 可能就是看 看一些 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是 看看 沒有啊 就是好 好笑 好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羊羊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一下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